先来走暖男路线的郭小冬 其实在生活中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暖男 不仅孝顺父母 对待老婆也是万般疼爱 然而这位娱乐圈中的模范好老公 却在生活中遭遇了老婆大人的经济制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来看 我觉得富贵欺荣是我一直觉得 一直遵循的一点 就是我也特别觉得男就应该主外 女就应该主内 最早2007年和陈丽莎完婚之后 郭小冬就开始了老公负责赚钱养家 妻子负责貌满如花的家庭生活 况且我也觉得男人挣钱 就是应该给女人花的 男人挣钱就应该交给老婆 都听到了吗 不过令人惊叹的是 郭小冬作为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明星 不仅工资卡 私房卡 购物卡 统统上缴 每个月的零花钱却只有一千块 对啊 我昨晚跟海陆吃饭 结果弄了半天还他请客 我说我请客 结果一掏钱 没钱 没钱 钱包没钱 海陆说你看看 你看看就你这种男人 太少了 太少了 对此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郭小冬也弱弱地许下了心愿 从每个月一千块钱零花钱 变得一千五八 虽说在经济上受到老婆大人的各种制裁 但郭小冬却依旧享受其中 能够娶到他我还是挺幸福的 我妈的话说 你知足吧你 日常生活当中 妻子程丽莎为他俩的小家 也是付出了满满的爱 对郭小冬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从来都不让郭小冬进厨房做家务 有关郭小冬的各种琐事 也通通亲自安排妥当 我的肠味不是很好 他就会给我去拿来药 然后拼命地给我寄过来 然后我前两天在北京拍戏 他就会牵牵跟医生约好 我拍完了戏就直接去医院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我就够了 够了你记得得了 你才娶到这样的媳妇 行动在线 吴州彩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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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